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越1600多年的蓝亭体绪迅速出圈 在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心中 王羲之的蓝亭体绪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化地位上是一致的 不同文明对美的认识虽有差异 但我相信追求美 欣赏美无疑是一个跨国界 跨时空的现象 日前毕罗在接受中心社东西论专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我们今天看到了宇韩元把蓝亭去这段话引用起来 会觉得很稀奇 会觉得很特别 实际上呢 19世纪下半叶 意大利的爽脚士就把蓝亭去翻译成了拉丁文 是他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程很庞大的一部中文教材的其中的一篇 他认为这一篇文章是在编这么一部教材的过程当中不能缺的 他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拉丁文以后 又翻译有法文的一文 有德文的一文 还有英文的一文 在我看来呢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很正常的 很理所当然的事 实际上 为了充分了解和欣赏蓝亭去的书法价值 不得不把它的文学价值也考虑进去 所以 我专门研究了蓝亭去 蓝亭诗集 以及和蓝亭雅集相关的休息活动 三月三日礼俗 魏晋南北朝一些文人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 因为我觉得蓝亭去实际上是代表这种精神的最成功的作品 我相信很多不了解中国 或者说不了解中国美术的西方人也好 非洲人也好 美洲人也好 只要能够接触到真正经典的书法作品 就会感受到书法纯粹的形态们 因为这个美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历代元人和工匠们所追求的这个美 不是中国人也能够产生共鸣的 一旦对中国古代文明有一个更准确的 更宽阔的认识 对整个世界也会有一个更准确的 更宽阔的认识 因为我研究的唐朝书法 或者说四手之路时代的书法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 甚至整个世界都具有着非常特殊的国际地位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段历史可以了解 古代世界很多不同文明之间的一种交流 沟通和合作 我不知道这位宇航员 对兰廷序这件书法作品有多少了解 但是只要学过中文的西方人 肯定接触过 因为中文教材 美术教材都会提到兰廷序 我在完成《以书护法》 这本研究集网圣教序 以及诸国书法和佛教之间关系的 英文学术庄著以后 我就下决心 把兰廷诗集和兰廷序方方面面的问题 写成一部意大利文专著 因为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 我得先把兰廷序的文化含义 用自己的母语 给意大利读者介绍清楚 以一次为起点 把以兰廷序为代表的中国书法精神 更全面更准确的介绍给西方 也希望明年二月份 这本书问世的时候 可以把书送给这位意大利宇航员